喉鲁九 上师,既然我们谈到宗教仪式,你能告诉我们宗教仪式过程跟冥想过程有何不同? 宗教仪式是很明确的,一切井然有序,你知道何时开始何时结束,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,做这些事的目的何在等等。 宗教仪式,从开始到结束,你还是你,整个过程让你很有安全感,所以才会广为流传,任何事只要有确定的形式,流传得特别快。 冥想呢? 首先,冥想跟宗教仪式比起来简单得多,让人怀疑是否真有帮助。 人们常问我为什么在聚会所里举行一些宗教仪式,我告诉他们,如果我说在榕树下坐着冥想就够了,你们会相信吗? 如果我没有把神像搬出来,人们会愿意到一个除了榕树以外,空无一物的聚会所来吗? 大概只有我会坐在榕树下打坐。 为了帮助人们探索自己累在,我必须要先让他们了解心中纷乱之处,不然我无法吸引他们的注意力。 我必须用人们能接受的方式,人们看到神像立在榕树下,雀跃不移。 却丝毫不知既是没有神像,榕树周围其实就是能量聚集之地。 榕树本身极充满能量,榕树虽然静默,却是活力十足。 其实你只要在榕树下打坐,就已足够,不需要做太复杂的事。 每一片树叶,每一根枝芽都在跟你对话。 如果你谴心敬拜神像,你会越来越能感受到在你跟神像间有一股无比的能量。 你在很多方面都会感受到神的存在。 神不只是神像上,也存在万物中,你跟万物都能建立联系。 冥想时,即使你满怀成心,结果却是不确定的。 你的个性可能有所改变,或完全脱胎晃骨。 这样听起来好像风险很大,像是一场赌博,你开始有所转变。 这种转变虽是你所一直追寻的,却也让你害怕。 宗教仪式让你有安全感,成为每天你行惯你。 这种固定模式会为你带来满足,而你却不需做任何改变。 借由冥想,你的自我开始动摇,而这让你感到害怕。 你经过多年训练所建立的信念,即为之动摇,你觉得自己走上一条陌生的怒,而心生恐惧。 冥想时,你的自觉力提升,你想象中的限制其实是社会加注于你。 这种束缚也开始慢慢瓦解,冥想会一步步带领你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。 社会对此一无所惜而严加提防。 它一直存在,你内心深所已久。 你可能几十前就在找寻开启的方法,却又庆幸自己从未开启。 这就好像留脖子上绑了绳子,只能在几公尺的半径活动,留到后处走动,逐渐熟悉环境。 绳子放松了点,留活动范围大一点,留这次走得更远,又更聪明了些。 绳子也越放越长,留着智慧跟自觉都渐长,总有一天能重获自由。 人也是如此,人所受到的限制跟自身的意识有关,越是清醒,享有的自由越多,而意识也随之提高。 所以,关键在于你是否愿意转换你的能量,这是唯一的方法,理由所转变,社会却说你偏离正轨,你因此心深疑惑。 只是你只能鼓足勇气,对自己跟上天保持信心,继续坚持下去,这时任何的书籍或讲座都不仅一味真正的大师能支持你,帮你自立。 在你追求心灵成长的过程中,不管遭受社会打击,或是感觉自己违反主流,大师会扶持你,鼓励你坚持下去。 你脆弱时需要鼓励,大师会实时地鼓励你,提醒你,让你再次养手阔步。 每当你步履亮枪,大师就是你的支柱。 借由大师的协助,你成为一个独立的人,得以发觉自己独到之处。 但这并不表示你依赖大师,这是常有的误解。 人们以为生活中必须要依赖他人,这就好像你要去某个地方。 正试着找路,如果你是独自艺人,你会在好几个地方问路,有时候有人指错了路,你还得重新找起,用这样的方式你早晚会到达目的地。 也许你得花不少的时间,但终究到得了。 但如果你也有地图或是向导,你能直接到达终点,而不会浪费时间。 难道这表示你依赖地图或向导吗? 并不是,这只是捷径而已。 同样的道理,大师就像向导一样,不只知道路途,也到过了要去的地方, 而愿意指引你方向。 如果只有诚心,你要很努力,才能达成目标。 如果除了诚心,还有勇气,你已经向目标迈进一大步。 只有在你不再左右张望,专注于自身,或不再跟他人比较,才会有勇气。 坚持自己的道路,需要有坚定的勇气。 要有如此坚定的勇气,必须全神关注在自己身上,而不与他人比较。 社会等着将你带回熟悉的模式里,带回习惯承受的痛苦中,带回那条已有无数人走过,几乎被踏穿了的路径上。 走回头怒多么容易,几乎不费任何力气,但追寻心灵成长,却需要勇气。 因为那是一条先为人知的路,我说的不是一般的勇气,而是全然的勇气。 带一般的猪脸并不需要勇气,但带大师给遇的恋猪侧不然。 我把链猪送给想要佩戴的信纵,这链猪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,只是帮你储存宇宙间的能量。 就像是充电器一样,在你陷入低潮时帮你充电。 但社会大众却将佩戴链猪看成出家或禁欲的象征,却不曾了解禁欲的意义为何。 社会大众对已成家的人佩戴链猪加以谴责,但若神像带着链猪,他们却欢喜地顶礼墨拜。 我有很多年轻的信众告诉我,他们的家人对于佩戴链猪的反应, 人们祈求得到能量,却又想逃离,问题在于人们觉得人跟神的差异太大,而不能接受人也有神性。 我告诉你们,不管你相信与否,人皆有神性。 这也是喉链的基本意义,发掘自己的独到之处,即无穷的能量。 人越有勇气,社会对理的影响自然会减少。 如果缺乏勇气,社会的影响力凌驾于理,一切都存乎于心。 你退让几分,社会影响力就又添了几分,所以不要归咎于社会的压力。 人永远有选择,但是因为缺乏勇气,宁可选择追随社会脚步,选择随波逐流,相互比较,彼此竞争,最后归咎社会,这再荒谬不过。 记住,人永远有选择,只要听从自己的觉知,就有无限的可能。 如果眼前有无限可能,你因为不习惯开放的思考,而觉得无所适从,你习惯在限制中思考,现在你再也没有任何闲置,却开始焦虑起来。 你觉得自己好像走错地方,现实似乎难以承受,你有不安全感,想重拾过去的想法,以及那种熟悉的感觉。 想当初周围的人说自己走错了路,却听不进去,现在觉得自己真是大错特错。 你对这一切改变,保持怀疑,无法确定什么才是对的,生活不再安定。 你无所适从,觉得自己像是沙漠中的弃儿一般。 这时,你要相信上天常在我们身侧,你必须更有勇气,对上天有信心,顺从上天的安排,一切都能迎刃而解。 信心能增加勇气。